说到电影《我和我的家乡》 大家想到的肯定是笑点和泪点并存的剧情 但是今天小编 要和大家说的却是新疆美女佟丽娅 自从她和陈思成的夫妻绯闻闹出来之后 他们两个人就很少合体了 外界流传着很多关于佟丽娅隐退的消息 而且近几年她的角色人设也让人失望 不是傻白甜就是只会坏事的二笼子 一点都不符合新疆美女的女神形象 直到现在佟丽娅仙气满满又饿又撒的赵飞燕还非常稀烦 而且身为新疆人她从小就能歌上舞的 这次在《我和我的家乡》中和黄渤一起进歌热舞 带来的画面冲击个视听享受实在是太震撼了 他们主演的单元剧名叫做《天上掉下个UFO》 在贵州前南原本安静的小村庄里 却在中秋这天出现了一个神秘的UFO 看似是一场天文学和外星人的迷暗 实际上却是为了致富而搞出来的一场闹剧 结果事情传得沸沸扬扬 连央视的记者都过来了 当王宝强和刘浩然来到贵州前南的时候 一切的真相才开始慢慢揭开 佟丽娅在这个单元中饲养了一个少数民族的女孩 在宣传照上她就身穿民族服饰 一脸笑容非常的治愈 在播出来的画面中当然也少不了佟丽娅的美貌了 在唐人街探案中佟丽娅的阿湘已经深入人心 作为泰国第一美女 再到现在清纯的苗祖姑娘 佟丽娅在剧中也参与了一场爆笑秀宴 前不久天上掉下个UFO放出了主题曲《山那边》 主唱和主跳都是黄渤 整个歌曲让人笑掉大牙 黄渤原本就能歌善舞自己组过乐队 清亮的歌声一开口小兵就仿佛回到了前南地区 佟丽娅身穿民族服装经验登场 伴随着黄渤的舞蹈 佟丽娅美艳舞姿看傻全场 屏幕前的小编瞬间直勾勾盯着看 这也太美了吧 不得不说佟丽娅还真是女神 各种造型都能驾驭 在这么多的美女中直接脱颖而出 黄渤直接都看傻了眼 佟丽娅这一身造型再加上独特的新疆长相 有一种少数民族地区特有的风韵 而且佟丽娅角色的小演员也非常的漂亮 不得不说陈思成也太会选角了吧 不仅演员从小美到大 而且还非常符合主题 在青山绿水之中 前南地区因为UFO而热闹了起来 黄渤想要用外星人来带动当地的发展 别的村里都先后富了起来 自己的家乡总不能还是一直落后的状态吧 电影的名字叫做《我和我的家乡》 其中五个小故事分别体现了不同地区的方土人情 更表达了乡村致富路的过程和脱贫攻坚的胜利 喜欢视频的小伙伴 记得点赞评论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